各位兄弟 大家好 我是李铭鑛 歡迎收看九月十九合位分寧 台湘新聞 河北町的知名國修 由此學期開始 進行實施公辦民營的教學 向我們所引進的美國KIPP 的教學系統到底性格如何呢 向我們很願意說 既然教學系統的兩大重點 就是地執和偏點 上口主要是採用合同方式 來提升收平衛的行處 和人家不用 為學生每天歡喜來這裡上口真心看起來 小朋友來這裡達出是相當的快樂 福利館第一間公辦民營的學校 浩北晉民高修 由這學期開始由民營教學機構接觸經營 而且特別引致美國有名的KIPP教學制度 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方式 KIPP在美國就是 KIPP在美國就是 KIPP就是簡稱KIPP學校 那它在美國呢 它其實都是在一個貧困的區域 然後去幫助孩子 在那麼落後的地方呢 能夠幫助孩子 透過他們學校的教育 然後來翻轉他的人生 讓他們能夠上大學 所以在他學校裡面最重要的一個 基本的理念就是知識 那但是呢 因為有了知識 他必須要有好的品格 才能夠有辦法把他的知識呢 這樣追求知識的能力呢 在內化 然後能夠永續 所以呢 在KIPP學校後來 它是以知識跟品格這兩個主軸 做以為他們學校發展的方向 這美國就這樣新的教育制度 大部分都是以後動的方式 來印度學生 保養室戶靈略 把功課當作遊戲 把功課當作遊戲 所以當問題來的時候 我們如何保持快樂 第一個 你們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油 油 遊戲 把一件困難的事情 當作是一個關卡去做挑戰 確實是樂觀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你說的挺好的 請大家給他一個歡呼 樂歡呼 剛才她之前新的教育系統以外 今米高修亞請在邀請 學校的醫生告訴我 來跟學校的教師 借行教學見到 它這種圖卡的方式 它是用那種諧音的方式 讓學生去記憶 這個很抽象的這種符號 那我覺得小朋友 因為他用這樣的符號的 這種圖像的對照的方式 他在記憶這種抽象圖卡的時候 他真的比較容易記得起來 這米高修亞開了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為學生快樂學生的台頭看起來 小朋友是很歡迎 這款新的高下風險 記者 以免為蔡王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小朋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